那個設定除了說開發人員之外 打開來之後 我是建議你就是自己再稍微縮放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縮放還不太流暢 再縮小一點點 那主要是可以移動 一邊看你到底要做什麼事 再把程式寫在這裡 那另外呢 可能你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有的同學不小心把某些東西關閉 像這邊有內部有個叉叉 這個關閉之後的話呢 表示這個模組裡面東西被關閉 你要打開的話再把它點兩下 它又打開了 開跟關在這裡 不要找不到地方 因為之前同學都就亂動 然後最後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可能你也不要亂關 像有些同學呢 不小心把這個關了 這個關的倒還好 因為屬性暫時用不到 可是呢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這個 那問題就比較大了 因為你會想說 那糟糕 這東西不見了怎麼辦 之前就有同學說要不要重關了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那個東西叫什麼呢 它叫做專案總管 所以你只要記得 在檢視裡面把專案總管叫出來就可以了 檢視 專案總管 它就出現了 OK 所以如果不小心把它關閉的話 不用擔心 在這個地方可以找到 反正你畫面上的東西都在檢視裡面可以找得到 OK 好 這個可能常發生的狀況 另外還有一些狀況 什麼狀況 就是同學不小心呢 把這邊的這個面板 拉出來了 拖拉有沒有 放開 它會變浮動的 剛剛是固定的對不對 其實它可以固定也可以浮動 那問題是它把它這個變浮動之後 它就放不回去了 它一直很想把它放回去 但是一直說放不回去 那不過呢 如果你暫時放不回去也沒關係 因為不影響 它只是變成浮在上面而已 不過好像感覺還是會有影響 但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把它放回去的話 會有一個訣竅 但是這個訣竅 也是書裡面沒講的 這個書裡面也不知道怎麼敘述 其實最關鍵就是 如果你要放回去的話 請記得 按住上面 拖拉到最左邊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會出現一個虛線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錄影 所以那個虛線會有點裂格 不過大概有不要放在這條線上面放開就可以了 就回來了 OK 那因為 我有在錄影 所以它那個有些 你們等一下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個搬出來 對不對 你要搬回去 記得 搬到滑鼠是在這條線上面 放開 它就恢復了 一樣 有的時候 上面的東西 其他的 乳法炮製 但是你也不要搬 沒事不要亂搬 反正就大概知道 除非你真的遇到了 那你知道原來你就試一下 不用刻意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把它打開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剛剛講的主要是 那個設計環境 有哪一些可能你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來的話一定有這個模組 那理論上這個模組 剛開始大概一個就夠了 除非你已經寫了很多程式 然後你要分類的話 你在按右鍵 可以再插入第二個模組 第二個模組就可以寫 第二部分 可能不同性質的程式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但是理論上暫時先不要太多個 因為他有 之前有同學是 他就不知道 他可能是因為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屬性視窗 那這個屬性視窗 原則上是放在下方對不對 放下方怎麼放 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就 就很難 剛剛好放在這一條線 我看看 假設 假設是放在這邊 那 預設應該是在這個 因為剛好屬性視窗會擋到 所以他不知道他已經加了那個模組 所以他一直好像沒有 再插入 再插入 一直插入 十幾個 不用那麼多 其實理論上就一個 其他的話請你先把它移除掉 只留下一個 除非說你將來寫很多個 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如何撰寫 我們需要的 呃 我們先從那個按鈕 假設我今天需要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假設是門號 清楚好了 那程式如何撰寫 一 油壓放這裡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呢 就叫做 你將來要做按鈕那個名稱 也許我們叫門號 好了 OK 這個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取 用中文用英文都可以 可以 那底下的話不要變 sab sab sab是做按鈕的 就是執行 其實理論上sab 是副 副程式的意思 sab 然後有效範圍用public 這個所謂public 就是你可以跟其他專案共用 不過在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用public 不要改private OK按確定 好 它會自動幫你增加一個頭一個尾 就是叫sab 門號 然後程式就寫在中間 第一步就完成了 如何建立第一個我們的程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我今天需要做什麼 去把那個我底下的這個 這三個東西串在一起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時候勢必我要控制儲存格裡面的值 所以要怎麼控制 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學習一個物件名稱 習慣上先按個tab tab是說在中間 下一階的意思 這個儲存格呢 在excel裡面呢 它叫sales sales 其實一般翻譯叫細胞 其實也叫儲存格 那儲存格呢 哪一個儲存格 錢瓜糊 特別是如果你沒有指 沒有指哪個儲存格的話 指的是這個工程表 所有的儲存格 就是sales 那如果你要指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的話呢 記得它是先列 再欄 那哪一列呢 第四列 哪一欄 你可以輸入5啦 不過5的話有的時候 比較不好表示啦 因為 假設比較後面的 像如果你輸入23的話 那23到底哪一欄 你可能要算ABCDE23 那很麻 所以你第二種方式是 你可以輸入什麼 用字串的方式 輸入欄 那我比較建議第二種方法 用那個 這個是字串 因為它這個欄 可以有兩種表示法 一個是用數字 一個是用文字 文字指的是哪一欄 那我比較習慣用文字 那將來如果說你 會需要變動欄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數字也可以 好 那這個裡面的話 輸出什麼 特別重要 它的邏輯是 把後面的東西串好之後 丟到前面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後面的話要串什麼呢 一樣 其實跟剛剛一樣 09 然後 有沒有 09 後面串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那 記得後面加一個串接 那前面應該有記得 在資料編輯列裡面是end 不過這個end 在vba裡面跟 資料編輯列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 在vba裡面的end 前後要加上空白 這個是規則不一樣的地方 ok end什麼呢 我要抓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幫我串在一起 這個儲存格 基本上 就是什麼呢 就是f4 不過在vba裡面表示 sales4f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複製一下 按住 拖拉有沒有 放開 這個等同是 c 所以我寫程式 習慣是按 拖拉過去 就好了 拿來什麼 改一下這個 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寫程式 懂了一些秘訣 你寫起來 其實還蠻 會越寫越愉快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不用全部寫完 我刚刚讲过,你可以先执行看看 有没有,911 为什么911,因为 全部都是数字嘛,开头如果是0 它自动帮你删掉,所以你可以 再串一个什么,end 记得前后加空白 加一个减的符号,OK 再执行,有没有 0911,end 这个一个减的符号,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在串接 不过特别注意,刚刚我们是用 那个test那个函数 那不过呢,在VBA 里面,它不叫 test,它换了一个名称 作用一模一样,它换了另外 一个名称,format 不过我觉得format感觉 好像比较,那个 那个意思好像比较精确 那format怎么拼 其实就是这个 format,格式化的意思 其实作用跟 刚刚的那个test一模一样 那你要format 什么,这个嘛 对不对,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储存格怎么表示 其实就把这个,再拖拉过来 改成什么,改成G就可以了 format的G,逗点 后面加什么 双一号,000 双一号 哎,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跟刚刚其实还蛮类似啦 只是差别就是end,前后加空白 把test改format 执行看看 哎,084 那再来h怎么办 一样嘛,对不对 其实比较快的方法是吗 把这一段怎么样 复制 贴过去 那后的Ctrl键按住啊 或者直接复制 这一段 贴到后面 改哪个地方呢 这边改什么 改h嘛,应该可以了解啦,我这边写都是 就是直觉的,所以把它执行 有没有,007 但是目前啊,哎,只有写一个 但是后面还有第5,第6,第7 一直到底下有103 那怎么办呢 当然啊 啊,你不可能说再怎么样 复制 贴上改5 复制贴上改6 一直改到103吧 那当然 啊,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一直从 这个地方 全部都一样 差别只是那个什么 第几列的列号 不一样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啊 在任何的程式员都有一个 有一个重复执行的 这种程序 那个程序就是回圈 回圈的话指的就是 帮你把里面的某一个变数 变动 换4,5,6,1到103 那程式的撰写怎么写 很简单 你就直接哦 在VBA里面是 它叫for 如果 回圈是有个范围性的话 那你就是for i i的话是一个变数 等于 等于 第四列 那最下面是103 到 103 那你的变数就大概这样做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ess ness指的是下一个 这个下一个值 它会是 这个i呢 会先从4 ness就变5 ness变16 一直到103 所以这个是回圈的叙数方式 这个方式是固定的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写一个 让它更改里面的值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叙数 再来呢你可以把上面这一行 搬到底下来 搬到底下来之后的话 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会在这边 把 因为这如果三个都在同一阶 看不出来 到底哪一个是里面 哪一个是外面 所以习惯会把这个 中间的再按一个tab键 tab 让它换下一阶 这个里面有个回圈 头跟尾看到了 中间是执行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一定是 会加一个tab键 ok这个固定 一定要把那个格式做出来 然后呢 这个再把什么 4改成什么 改成i 有没有 i意思是它会先4 再5 到103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只要看到4 全部改成i 这样子的话 你的程式 就写完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其实不外乎就是你学会一个 把后面的东西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它会去实体的那个储存格里面把资料抓过来 串串串 然后呢 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 试一下 来执行 全部完成了 ok 它就是 再来清除 怎么清除 其实清除不用重写 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 把门号改成清除 这样会比较快 这样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要重新再插入一个程序 会比较花时间 有的时候写程式不用 把后面这一串 因为本来是输出一个串接的结果 丢到那个储存格 那现在什么 就丢一个空置串就好了 这跟subtube里面概念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被清除 试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要放在这个中间 按这个执行 诶 清楚了 有没有 门号 清楚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这里面都不用背任何东西 因为你 我算写 其实就一边看 一边一写 一边看一边一写嘛 那最重要还是你慢慢要熟悉 然后尽量不要打错字 因为同学常常 诶 像这个之前有同学 前后这个双一号没加 要不然就sale 少个s 要不然就是 反正千七百怪 一天没有红色的字 因为你要一次打这么顺 可能你要打超过100次之后 你才会这么顺 所以 不过也不用100次 每个人 当然你就熟悉就差不多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 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就练一个手感 如果 今天可以的话 那你就慢慢 就是就是 尽可能的先把它熟 回家的话 我是强烈建议 像这种课程 回去一定要练习 而且尽可能的可以 在上班的时候 去多应用 反正上班也是花老板的时间嘛 然后 也可以 也不是 就是 帮老板做事的时候 顺便可以把sale学好 好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你的效率 那自然而然 你会在这部分 这个 我想 效率提高之后 你可以又更有时间学习 至少可以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ok 那试一下就是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我刚刚讲的那个程式部分 先试试看 那还有就是说呢 可能你们在设定上面 字如果太小的话 有没有 记得你可以从上方有一个工具 工具里面有一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里面就可以设定那个字的大小 这个字的大小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 因为预设好像九号字 在看起来其实字是真的蛮小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字放大一些些的话 可以上那个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找一下 应该可以看到有个字的大小 那设定完字就变大了